我们感觉台湾 可能是国家有少权利 而国家有少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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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提出 他们在2002-2003 法国前卫生部长及外交部长 杜斯特布拉吉 3月6日在法国电视台 谈论武汉肺炎 大力称赞台湾 前到台湾虽然紧邻中国大陆 却受影响最轻 难以置信 危机处理非常成功 他们立即中心 从6月6日 他们逼迫所有中国的中国 来到 然后他们取了一人 是医院的医院 而他们有资产 所有行动 专门 专门 中华民国外交部 欧洲司长江森 周六在指挥中心 例行记者会表示 最近收到法国等国家 对台湾防疫的正面肯定 对于推进台湾参与 世界卫生组织会有帮助 病毒没有国界 会一直跟理念相近国家 持续沟通合作 我们一贯的立场就是 这个病毒没有国界 那我们一直在跟相关的理念 相近的国家 一直在持续的沟通跟合作 然后持续的推进 我们可以有意义的参与WHO 那最近我们事实上 收到很多一些正面的回馈 包含就是可能大家有注意到 就是大概是昨天吧 那个法国的前卫生部长 他接受访问的时候 特别提到台湾这次防疫 的效果非常好 我们也接到一些 很多一些外媒来问 基本上他们都非常的 非常的肯定 另外包括英国每日电邮报 法国十字架报 瑞士Black一撇报 德国每日禁报 也都报道台湾面对 武汉肺炎的危机管理 堪称典范 法国十字架报特别指出 咨询透明是台湾能成功抗疫的关键 并在文章最后表示 尽管台湾没有世界卫生组织的协助 因为中国甚至拒绝给予台湾观察员资格 台湾仍然证明 在对抗这类流行病上 民主制度比共产极权专政更有优势 新唐人亚电电视林家伟 张元婷 吴毅晴 台湾台北报道